很多大陸觀光客到台東觀光都會購買珊瑚 連鎖的珊瑚館甚至被台東縣政府視為今年重要的招商成績之一 不過近來在很多的珊瑚館前面出現了一台宣傳車 廣播要大陸的遊客不要買珊瑚上當 要多買台東的農產品 台東地區多家珊瑚館連續三天出現宣傳車 廣播要入客別受騙買紅珊瑚 要多買台東農產品 由於宣傳車阻礙遊覽車的行徑 紅珊瑚店家多半低調報案 警方也只能以交通法規勸導離開 記者訪查最近出現在店家前的宣傳車總共有四台 是由一名自稱台東農民子弟的林姓台東人出資 他說從沒聽過台東產紅珊瑚 但是陸客到台東旅遊卻去珊瑚館 對辛苦的農民一點幫助都沒有 他只是單純想為農民發聲 而開宣傳車的司機透過朋友介紹這份工作 一開始不知道目的沒想到引發警方的關注 雖然無奈死下去也透露對廣播內容的贊同 你敢有信嗎 敢有認同 也是有人的 以前也不是台東 這也是台東人的 對 台東也是都出貨的 宣傳車來來去去 只是這樣表達情緒的做法 正反觀點不一 珊瑚業者認為 幫助台東就業機會提升也等於提升在地消費 希望台東民眾把眼光放遠 縣政府也認為這樣的方式不可取 畢竟農產和珊瑚的特性不一樣 應該回歸市場機制做行銷 但是地方農民有他的心酸 透過這樣消極的方式來表達想法 就是希望政府和各界幫幫忙 聯合報李慧君 台東報導